SBS新闻透露斯贝尔首席执行官 江承勋在洛杉矶口头和身体 女带OmegaX 特别是成员 宰汉 视频里小组成员站在洛杉矶一家餐厅外的停车场 可以听到 首席执行官江承勋对着成员们大喊大叫 江承勋说 继续说出你的作品 你真的认为 你值得被所有这些人爱吗 这些混蛋 你们这些都是只是在操控 你们现在是超级巨星吗 你不是自己一路摆到这里的 然后视频捕捉到成员 宰汉坐下 似乎因紧张而筋疲力尽 据报道 宰汉此时开始出现恐慌发作的迹象 视频继续 江承勋在困境中贬低了这位成员 表示 筋疲力竭了吗 丁疲力竭了是吗 金宰汉 可怜的金先生 别再当偶像了 真的 你一直生病 可以听到其他OmegaX成员为宰汉辩护 并要求江承勋停止攻击性行为 但是江承勋的发脾气 我们再继续 OmegaX表示 他现在感觉不舒服 江承勋说 我也身体不好 事实上 我正在痛苦的死去 宰汉跌跌撞撞的撞地上车 江承勋也坚称 他故意生病 江承勋无法停下来 让司机锁门 OmegaX成员表示 我们应该走回去吗 他离这里有12个街区 即使OmegaX成员到洛杉矶酒店的大厅 江承勋的狂热也没有停止 当宰汉试图乘电梯去他的房间时 江承勋愤怒的抓住了他 让他绊倒了 SBS新闻还透露了 他们在指控声明和航班取消后 与江承勋的独家电话 交谈的额外录音 爱的寒舍 没有接受我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